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好 那么10月份又是盛产苹果的这个季节 那华老师请问您知道这个种植苹果 哪一个步骤是最辛苦的吗 我觉得最辛苦的应该还是施肥的时候 像果树施肥 它和一般的作物施肥不太一样 它是把肥料要施在这个果树的周围 不是撒在作物上面 然后通过这根系 然后果树来吸收 它在施肥之前还需要把杂草除净 避免这个杂草来吸收养分 而且还需要在地上开出比较深的一个沟来 然后再把肥料农民再撒进去 您说到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 就跟种植苹果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随着记者的镜头去一看经济 陕西位于中国的西北部 这里海拔高 昼夜温差大 光照时间长 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陕西的苹果 果形优美 色泽艳丽 口感极佳 也使陕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苹果之乡 欲满四方 今天记者就来到了陕西省的一处果林 打算亲自看一看这里的果农是如何劳作的 您这在做什么呀 除草呢 你们为什么今天下雨还干着活啊 没办法呀 现在到这个季节我们必须得要除草 然后施肥给这个果树施肥 实际上很紧张 很紧张 果农告诉我们一轮丰收刚刚结束 他们要为明年的收成打好基础 其中除草和开钩是必不可少的 除草能够防止杂草 吸掉果树的养料 开钩则是方便树根 更好的吸收养分 接着一位果农向我们详细介绍了 他们的工作情况 这边地的话大概有多少亩 这个地有20亩左右 给这个20亩地施肥的话 大概一次施肥要施几天 一次施肥得一个礼拜左右 几个人完成 得七八个人 相当于一天一个人要能施几亩的地 一天一个人就是一亩地 我看今天下着雨还做 为什么呀 要赶这个时间嘛 因为它每年这个时间就是苹果树那个根系 第一次发达的高峰期 它吸收营养是最好的事情 那您觉得这个除草和开钩这个工作 有什么难处呢 我看着也挺简单的 对 看着简单 这个土壤它硬得很嘛 土壤硬 对对 土壤硬得很 这个劳动量就相当大了 那要不您教我一下 我能不能试一下除草或者开钩 可以可以 就这样把那个草除下来 就把地上这种草除了就行了是吗 对对 就把那种草除掉就行 第一次尝试除草的工作 记者无比新奇 锦名果农也停下手中的工作 对记者进行指导 前面下顶 前面下顶 后面拉 右手用力 右手用力 后面拉 我都 就这样子除掉了是吧 对 你那个用力太大了 轻轻压进去 把那个草中带勾下来就行了 对 感觉怎么样 对对对 还行 还行 这个就算除干净了是吧 对 对就算除干净 掌握了工作要力 记者开始埋头干起活了 还行 一会儿功夫 记者就体会到了其中的辛苦 大家都做久了以后 你们腰会不会很疼 对 腰疼 腰疼 经常要这样弯着 对对对 腰疼 其实这个除草的话 其实并不难 主要的就是 可能要经常弯下腰来 对 会比较累是吧 对对对 主要就是腰肌这一块 我再试一试开钩行不行 可以可以 这个我觉得还行 因为这个使得力不是太大 对对 除草的工作并没有难导记者 接下来它增加了挑战难度 这个就是开钩是吧 对 这就是开钩 开钩 师傅 咱这开钩有什么要求吗 它那个要求要有多深 有多高 身处要达到那个20公分 20公分 对 差不多是吗 对对 20公分 宽展压要达到20公分 也就一举下去差不多了 对对对 今天一敲下去 一敲就够了是吧 对对对 一敲就够了 行 这个我干过 试一下 干过 试一下 行 结果铁敲 记者凭借经验 奋力工作起来 这样行了吧 对 可以 然后送到旁边 干得不错 挺累的吧 这个使劲就大了 对对对 这个使劲就要大了 如果说刚刚的除草工作 只是开胃小菜 那么这会儿的开钩工作 可以说是进入到了正餐 记者干了一会儿 便有些吃不消了 向您觉得这个开钩的话 有什么难处啊 这个开钩很费力 费力 对 很费力 我干了一米就传了 人家也干不了多少 干这个费力 腰疼 腰疼是吧 哦 干的时候更难挖了 干的时候就更难挖 对 更难挖 土壤又干又硬 果农们每日劳作 腰酸背疼 然而 为了每年红红火火的丰收 大家都咬着牙 坚持着 那么有没有一项发明 能够减轻大家的劳动负担 为苹果施肥 出一份力呢 发明人刘学忠 发明项目 自走式 除草开钩机 我叫刘学忠 我是陕西定边人 我发明的是 自走式 除草开钩机 陕西的果农 平时需要除草 开钩施肥 我的机器就是 包装完成之下任务的 刘学忠 生长在陕西省定边县的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二胡是他唯一的爱好 装点了他 简单而朴实的生活 他少言寡语 一张果子脸 充分体现着 陕西人的淳朴与温厚 而与他朝夕相处的 父亲和妻子 便是他最温暖的依靠 沉稳的外表之下 他有着一颗火热的内心 看到果农们的艰辛 刘学忠决定 发明一台 自走式除草开钩机 为大家减轻负担 经过了一番努力 只有小学文化的刘学忠 将自己想象中的机器 做出来了 这一天 记者找到了刘学忠 打算亲眼看一看 这台自走式除草开钩机 您好 请问您是刘学忠吗 是是您是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我想问一下 请问您是不是发明了一个 叫做自走式的除草开钩机 对对对 在哪里我想去看一下行吗 在车间 在车间是吗 您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那我们再走 您就这人是吧 地面人 就是地面人 这个机器就是 土草开钩机啊 自走式除草开钩机 您这机器主要是用来干嘛的 主要是果树地里边 土草 然后开钩 开了钩然后干嘛呢 开钩要施肥 施肥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您这个叫做自走式呢 自走式稳定性能好一点 如果不自走 可能要人 人的幅度最疗 可能人就太有点累了 太累了 还得走来回走是吧 留学中发明的自走式除草开钩机 由一台主机带动两组工作装置 分别是除草装置和开钩装置 主机由汽油发动机 面轮箱 方向控制系统和行走系统组成 使用时 在机器后端 加上不同的装置 开动机器后 就可以分别实现 除草和开钩的功能 留学中将机器打开 给记者展示了一番 果然 主机带动着后方的除草装置 飞快地运转起来 那么 机器使用的效果 好不好呢 记者提出 实际 去测试一下 那您这机器现在测试过没有 没有 没有 那您觉得会成功吗 没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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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我是小学文化 我对自己造出机器没有转 我心里不踏实 所以我只能试试看了 行 那我们就直接去试试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相信您这机器应该能成功 好好好 应该对自己有点信心 好好好 走吧 刘学忠能不能走吧 没想到 留学中对自己的机器 丝毫没有信心 在记者的鼓励下 他终于同意去进行测试 看看自己的机器到底行不行 就在那儿走呗 好 首先测试的是机器的除草功能 机器开动了 在工人师傅的操作下 向前驶去 由于一路上尘土飞扬 地上的杂草是否除尽 我们也无从知晓 我感觉效果可以啊 还行是吧 那现在咱们这只是除草功能是吧 对对对 我检查一下 那草全断了 掉了是吧 嗯 那所以我们刚才通过片子看到 发病人的这个自走式除草开钩机啊 挺方便的 您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其中的原理 好的 大家可以看我这里的这个演示模型 这个上面的绿色的木棍 就代表是它那个杂草 然后底下这就是比较松散的泥土 然后它主要的一个结构 就是它的那个滚轮 然后上面有刀片 它可以在地里前进的时候 把土给它进行一个搅动 然后就把表层的杂草把它给翻起来 直接把它给铲除掉了 华老师这一演示 我们看到这个像草一样的模型 的确是倒下去了 嗯 就是它在切割的时候 其实不是把草给切断 它是直接连根 这样效果还会更好一些 除得很干净 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刘学中的这个机器除草效果 到底是如何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仔细检查之下 记者似乎发现一些问题 那这还有一些没有干净啊 不咋样 不算太好是吧 不算太好 那咱们现在是继续除 而直接开钩啊 再试开钩 再试一下开钩 再试一下开钩 那么机器开钩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是否会让刘学中满意呢 刘大哥 刚刚那个咱们说是 您的机器叫做自走式的除草开钩机 对对 它能自走吗 刚刚那个刘师傅 刘师傅刚刚是手拿着的 丢开能走 丢开能走吧 丢开能走能走 那我们掉个头 是不是还得在原地上走是吧 行行行 将机器掉个头 我们就在刚刚除过草的那条路上进行测试 应记者的要求 工人师傅将机器开动后 就松开手 退到椅边 让机器自己行走 考验机器性能的时刻到了 它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哦 它真的可以自己走啊 机器走过 开钩的效果还算可以 游学中进握的双手也有些松弛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 机器的刀头磕到了石头 刀片瞬间蹦飞出来 都这样快点 都这样快点 断了是吧 断了 机器正常运行 而刀片却突然蹦飞出来 这让大家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您这个刀片 这个断掉太危险了 要是幸亏刚刚我说 咱们是自走 要是如果人在旁边的话 这不是碰到了怎么办 啊 是吗 这个您有想过吗 这个考虑过吗之前 这您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吗 刀片蹦飞 差点就伤到了人 游学中拿着断掉的刀片 有些不知所措了 而这时我们发现 机器还在往前行走 而刀头却不动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问题连连出现 游学中感到无比沮丧 回到家后 他将自己关在屋里 埋头研究 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这对于小学文化的他来说 一切都无比艰难 他四处请教 终于在县里科技局专家的帮助下 将机器一步步改进完成了 陈大哥 咱们这机器第二代正在组装是吗 正在组装 是第二代吧 是第二代 那咱们第一代机器测试中出现的 那个除草不干净的问题 您是如何解决的 毛病我找上了 动力有点不足 当时是汽油机 现在我快成残油机了 动力不足是吧 动力不足 还有就是这个刀子 哦对 刀子没度过加稠了 变多了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 十四个 之前是十个 十个 这两个东西的改进 您就解决了那个除草不干净的问题 对对对 那咱们第二个问题是 刀片飞起来了 很危险 刀片材料有问题 我相信已经快了 游学中将上一代断裂的刀片拿过来 我们将它与新的刀片进行了比较 这是游学一个断的杂子 对 那咱们这个刀片是不是质量 会变好了 那么好了 材质坏就坏了 是不是特别硬是吧 特别硬 不会断了 不会断 那咱们第一代机器测试中出现了一个机器往前走 但是那后面的刀片不动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是那个链轮箱里边有链条 最后发现断 原来上一代出现的机器开动而刀头不动的问题 是由链轮箱中的链条断掉导致的 刘雪中将机器上的链轮箱更新了一番 问题就解决了 除此之外 他还在除草装置上设计了一个挡板 以防止机器开动时尘土飞扬的情况降低了污染 很快第二代自走式除草开钩机安装完成了 刘雪中打算再次进行测试 您觉得这机器肯定能够完成测试是吗 肯定能 肯定能啊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这次 我觉得不会出现问题 因为材质也坏了 弄了家族了 是 不会出现问题 肯定不会出现问题 那咱们走吧 测试一下吧 看人家的机器到底行不行 可以可以 我们带着机器来到一片荒地 首先进行的是除草测试 机器顺利地开动了 由于安装了后置的挡托板 机器走起来的时候 阳气的尘土果然减少了许多 走了一个来回后 刘雪中将机器停下来 天大哥 咱们来这次检查一下 咱们随便把一些地上的草看看 这些都被除掉了是吧 都是睡觉的 您感觉这个第二代 这个除草的功能怎么样 比第一代强多了 师傅你觉得呢 明显比第一代强 看除草呢 你看这个除草 第一代弱 草都没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第二代效果 可以吧 可以啊 比第一代怎么样 强多了 咱们既然现在除草的效果不错了 咱们还是要看一下开钩的效果怎么样 开钩的标准是什么 开钩的标准要 大概在20公分 深度涂在20公分 20公分左右 深度 快度呢 就是18公分左右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您这二代机器的开钩效果怎么样 行不行 可以可以 除草测试顺利过关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第二代机器的开钩效果 开钩没问题吧 不会出现刀片飞的情况吧 不会不会不会 您确定啊 确定 确定 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您不会不会 不会了啊 行 开始 将机器转了个弯 我们在刚刚除过草的那条路上 开始了开钩的测试 上一次测试出现的刀片飞出的情况 让大家现在还心有余悸 留学中更是不敢大意 他一路紧张地跟随着机器 丝毫不敢离开 机器顺利开过了一个来回 并没有出现上次的问题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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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好 停 停 这个有十公分吧 十几公分 十几公分 但是这个距离您刚刚说的那个二公分 二厘米 还差 这是地的原因 因为农民多少年都没有住过这个地 地是硬的 这是荒地 所以这个要在果树地里 效果比这个 咱们这那个陕西那里有果树啊 在延安等落传或复现才有果树 咱们能不能去延安去测试一下 咱们这个在果树地里面实地测试一下 咱们这个机器啊 那是 是不是在那里的话效果会更好 对对对 是吗 是是是 您确定 确定 如果确定在那效果更好的话 我们明天就过去好不好 行行行 由于测试地的条件限制 机器没能发挥出它的优势 为了更好的测试机器的性能 我们出发前往延安 打算找一片果树地来进行测试 留学中告诉记者 自己的机器还不够成熟 如果贸然用别人家的地去测试 恐怕会给人家造成损失 他打算这次到自己的小舅子家 先去测试一番 我带过来一个油材机器 什么机器 就是果园除草开构机 果园除草开构机 自主是果园除草开构机 是吧 我刚发明出来的 那咱们先看看 先看看 就这个机子吗 就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看见 大大吗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起发酵作用 一番介绍后 留学中向小舅子 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咱们到你地里边测试一下 就好你接着过来了 对 我们是在刘大哥的工厂门口 测试的效果很好 但是现在果树地里面 还没测试过 对对 咱们测试一下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怎么样 对对对 对不起 走吧 走吧 小舅子爽快地答应了 作为果农 他深知这份工作的辛苦 也希望能有这样一台机器 来帮助自己 这个苹果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这个有100亩吧 100亩啊 100亩左右 100亩左右的话 一年您说是 施三次肥 对对对 那一次施肥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天 看人多少呢 上面的话 一般要雇多少人 我雇的是20 二十几个吧 二十几个人 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一个人一天100吗 一个人一天100 然后需要对这个100亩地 进行除草 开工 然后再施肥 对对对 那这个工算非常大 工作量的确很大 那您这个人工的成本 肯定特别高是吧 高 确实很高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 几名工人将机器 推入地里 想先打开试一试 结果机器却怎么也 无法启动 这个机器怎么搞的 怎么摇不着呢 那你找 这是坏的 我看你这个机器 这可能水有点冷 什么 水有点冷啊 这个柴油机 这柴油机需要加水的 那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我看机器不怎么样 周围一片唏嘘 看到这样的情景 大家都有些失望 留学中 则挤出了一身汗 好了 上学测试吧 怎么了 又怎么了 又怎么 不退了 憋死了是吧 憋死了 然后就去 几次三番的出故障 机器今天 确实有些不听话 终于经过努力 机器大招火 开始正常工作了 今天的测试 它能成功吗 一趟走完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怎么样啊 你们觉得这个橱草的效果 挺好的 这和你们人工比的话 橱草效果如何 比人工效果好 竟能把草吃干净 又能起到松脱的作用 比人工效果好 好 这个确实好 确实好是吧 确实好 咱们这个开钩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开钩是吧 你问你姐夫呀 他不是说有开钩呢 有 有 挺好 那么开钩的今天 我们先咱们换下来再试一下 咱们再看一下开钩的效果 行行行 好的 果树地势相对平地而言更加复杂 而机器却丝毫不受影响 顺利完成了任务 那么专业的果农们会给这一次开钩的效果 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上肥还差不多 上肥能上吗 不能复合 不复合在上 这个深度和宽度就是复合 按那个要求来说深度和宽度还是差一点 还差一点 对对对 我感觉这个深度嘛 深度是 在标准来说这个是达不到的 现在就稍微有点浅 开钩的效果还不怎么理想 你以后准备怎么办 我继续改进 还得再改进 升级改进 您觉得这个是大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我要想想办法 开钩的深度还有待改进 与此同时 小舅子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到底工作效率怎么样 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挺好 其实和人工比怎么样 人工比能比多少人工 我认为一百多个工员全是工人干 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机器能 到底能顶得多多少个人 咱比剩一下 咱比剩一下 那不行 那不行咱们就比剩一下 您觉得能比多少人工 最少五个人 至少五个人 你觉得呢 我感觉估计顶不过吧 顶不过 那咱们要不先找五个人 先试试吧 那行吧 行吗 行 约定了与人工进行比赛之后 刘学忠回到家里 对机器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 他心里明白 这一次的比赛 对他的机器来说至关重要 他只能赢不能输 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 小舅子带来了五位 经验丰富的果农 刘学忠也如约来到了比赛现场 而记者发现他似乎憔悴了很多 因为发明这个机器 我打了败格等调针 怎么回事 劳力过度 这个对我来说压力重得很 因为我开始对机器不是太多 各方面经理用的多 那现在机器做出来了 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没问题 一定没问题 行吗 那我们就一会就比赛了 加油 比赛即将开始 我们衷心希望留学中这次 能够取得好成绩 人都齐了吧 齐了 那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比一个赛 第二代这个自走式的 除草开钩机的一个人机大战 然后来就是五个人工 和咱们接下来比一下 看看那个谁先把同样大小的一块地 先把它除完草 开完钩好不好 好 接着我们将双方的比赛场地 分别用绳子围起来 好 那咱们这里就是终点好不好 好 然后机器要在这里调个头 行 人工队的话 应该是直接除完草 开完钩 一直到这结束是吧 对 有信心吗 有信心 我肯定有 肯定是 你呢 我们也肯定是 行 试试走 好了 好了 大家准备看一下 三二一 开始 记者一声令下 双方立即开始了各自的工作 奋力向前 谁都不敢落后 人工队这边一路顺畅 大家干劲十足 速度逐渐增快 而机器队那边 虽然行走速度很快 但是一转弯 就十分费力 怎么了 就在树上了 都在树上面了 机器太大 不好掉头 怎么办 人工把它抬回来 抬回来 就抬得动嘛 真是的 刘大哥 他们人工队已经干了一半了 就是 我肯定还能超过他 不是 你这还要开钩呢 来来来 一边是轻松前进的人工队 一边是拖着笨重的机器 逐渐落后的刘学忠 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 机器转弯半径大 在密集的果树林里 必定容易受到子爱 刘学忠对此 也无计可视 另一边 看到了机器的弱点后 人工队干劲更足了 他们不仅 已经将开钩的工作 进行了三分之一 并且 对这场比赛的结果 有了预判 应该我们会赢 应该会赢是吧 应该赢 他那个吊头不好吊 换开钩 换开钩 机器要换上开钩装置 这个过程又一次拖慢了 他的速度 看样子 刘学忠想要转败为胜 是很困难了 他们除草全除完了 能赢吗你们 来个 你出道已经全除完了 完全是 出来了 够开了吗又 对 正在开钩呢 已经开了一半了 你们快点 我这下快 我这下快 手忙脚乱的将机器组装好 刘学忠赶紧再一次出发了 小心小心 加油 啊 怎么了 一眼差一段了 天哪 看着机器这边状况百出 无比久迫 即将完成任务的人工队 也无心工作了 大家拿着手中的工具 站在一边 看起了热闹 好一会儿功夫 机器才恢复了工作 又要掉头了 刘学忠招呼着自己的伙伴 赶紧过来帮忙 两个人抬着笨重的机器 累得满头大汗 低矮的树枝也影响了 他们的活动 看着机器终于转过弯来 任务队也不紧不慢地 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来 任务加油 快快快 马上成功了 加油 加油 快快快快快快 成功了 成功了 加油了 机器终于输了 加油 加油 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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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束了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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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任务队率迁完成了比赛 而与此同时 还差几步之遥的机器队 不知为何也停了下来 轴断了 轴断了 哪里的轴啊 洞里输出轴 洞里输出轴啊 这个怎么会断了呢 这个这么粗 可能是材料对不起吧 这个机器不结实吗 还差几米啊 还差四五米 五六米 太可惜了 设计有问题 我看一个人操作这个 还是不行 一个人不行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地 对机器进行评价的时候 我们发现 刘学忠悄悄地 退到了人群的后边 随大哥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要他们赢 那咱们就比赛输掉了 你还不知道 哪里出现问题是吗 刘学忠的难过 异于言表 这让大家也开始有些 于心不忍 纷纷替他 说起了好话 人体效果还行是吧 就是机器本身好像 还不是过关 不太过关 已经是刚研制出来的 质量方面各方面 不太合适 不太合理 实配是成果子母吗 什么 实配是成果子母 刘大哥 人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你回去以后 是不是还得再改进改进 姐夫虽然输了 比赛输了 但是你回去再继续 好好改进改进 争取下次 下次咱们再比赛一次 绝对能胜了 对吧 你相信你姐夫 我相信相信 我相信他 温暖的话语 真诚的鼓励 这一切都让刘学忠 既感动 又觉得愧疚 他知道 这是亲人 才会给予的宽容 远远的 刘学忠看着亲人们的身影 心里不知道 是什么滋味 回到家后 刘学忠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他时常守着机器 一琢磨就是一天 在他心里 一直憋着一股劲 那就是机器 一定要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 年迈的父亲 给了他 对温暖的陪伴 和最坚定的支持 父亲告诉他 做事 一定要懂得坚持 绝不能半途而废 有了父亲的鼓励 刘学忠更加坚定了信心 他一边学习 一边改进 反复尝试 我会不停改 我必须把它改好 我会继续消息 看出 找人帮忙 把这事录清楚 我会努力 我会坚持的 一定把它录好 终于一个月后 第三代自走式 除草开钩机 改进完成了 第三代自走式 除草开钩机 为了适应果园地形 将机器结构 整体缩小 与此同时 刘学忠将动力输出轴 进行热处理工艺 改变其材质 使之变得更加结实耐用 并且将柴油机 马力增大 以此来增加 开钩的深度 另外 刘学忠将原本的炼轮箱 改进成为齿轮箱 设计更加精密 并且在开钩装置后边 增加了一个保护罩 这样一来 除草开钩机的整体性能 就大大提高了 带着第三代机器 刘学忠和妻子 与年迈的父母挥别 再一次驱车 前往延安 在车上 刘学忠与小舅子 取得了联系 他告诉记者 上一次人机大战的失败 给小舅子 带来了许多麻烦和损失 虽然人家嘴上不说 但是刘学忠心里 无比的愧疚 他这一次去测试 就是希望 能够证明自己的机器 并且将功补过 第三代机器的话 小舅子他会满意吗 肯定会满意 为什么 我有信心 我感觉知道 绝对你有问题 这次 一路颠簸 终于我们到达了延安 虽然上一次比赛 给小舅子造成了 不少的损失 但是碍于亲戚的情面 他还是答应了 我们的请求 机器迅速组装完毕 游学忠给小舅子 简单讲解了 第三代机器的改进 并展示了 机器改进后的优势 小舅子将信将疑 毕竟眼见为实 机器到底行不行 那得实际试一试 看到机器又来了 连间工作的果农们 都纷纷赶来围观 一趟走下来 机器看起来十分轻松 那么除草的效果 究竟如何呢 怎么样了 挺好的 效果挺好 你说了不算 他们说了才算 你们觉得怎么样了 你们可以检查一检查 挺好的 感觉这个草 比上一次还要除得干净 除干净是吧 松土也松得好 松土也松得好 这松土为什么 有利益吗 比如说你经常的时间 地里面不松土 土壤板结以后 不其心各方面 它就对树这个营养不良造成 这机器不仅仅可以除草 还可以给土松土是吧 可以松土 对 然后就是下雨量 可以大量的吸收 对吧 这个效果你们满意吗 满意 这个效果可以 这种效果满意是吧 这个效果 那咱们要不再试试 开构的效果 改建后的机器 不仅将杂草除尽 并且起到了松土的作用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那么接下来的开构测试 效果会怎么样呢 柴油机的马力 已经在改进中加大了 这一次开构的深度 能够达标 获得大家的认可吗 几分钟左右 机器完成了开构的工作 可以可以 挺好的 这个深度也够 深度够了是吧 这个实际是张家二公分 这也不需要 够了是吧 宽度也有20个 宽度也 这个毛细根也出来了 这个就是树的毛细根是吧 来就那个吸收肥料 吃肥的时候 那个吸收了 我感觉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多了 感觉今天天气也不是怎么好 一直下着雨 我感觉好像雨天里 也不怎么受影响 要么等一下我试一下 这个操作简单吗 刘大哥 你看操作怎么样 特别简单 我能操作聊吗 能 让你小舅子试一下 老年人小孩都可以操作 先让你小舅子先试一试呗 可以可以可以 先试一下 第一次使用机器给土地开工 小舅子既紧张又激动 把他弄了好一阵 终于在留学中的指导下 顺利地将机器开走了 简单吗 来 简单 简单 好嘞 操作了 怎么样啊 好操作吗 我感觉这个特别简单 很简单是吧 很简单 机器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小舅子十分满意 今天的测试全部结束了 最后 小舅子又一次提出 进行人机大战 他很想知道 改进后的机器 到底能抵几个人工 如果将来用在自己的果园里 能为它节省多少人力 上次玩就是五个人 这次我不知道 具体咱们也没事 也不知道 估计顶多就十来个人 十个人吧 十个人左右吧 最少超过三十个人 最好 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 刘大哥说三十个人 估计吹呢吧 各就没问题 各就没问题 那行啊 那我建议咱们咱们 要不就找三十个人试试吧 你们觉得三十个人能试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那咱们各一半 各一半的话 咱们还是试一下试试好不好 那不行就试试吧 那咱们就准备准备 明天天天气好了以后 咱们再比赛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上次都失败了 你今次还有信心吗 有信心 多过三十个人 没问题是吧 那你就输地了 行行行 明天咱们见封小 明天见封小 好可以 行 没想到 留学中竟然夸下海口 给自己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难题 后来他告诉记者 上一次的失败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这一次就是要给自己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完成这个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坚持 我明天一定要受 我必须要受 距离比赛还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留学中独自来到了果树林 对明天的比赛现场进行了仔细的考察 他一定要做到 万无一失 第二天一大早 二十名精飘细选 且颇具经验的果农 就集结在了小舅子家的大院里 虽然没能如约找来三十个人 但是 这对于留学中的机器来说 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 比赛工具发放完毕后 小舅子给大家进行了严密而细致的分工 铺头就在前面除 拿铁销子在后面进行开构 然后先除草再开构 和机器进行比赛 对这次比赛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再大声一点 有 接下来机器队与人工队双方选手 在院子里碰面了 大家互不相让 比赛尚未开始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浓郁的火药味 你们觉得你们赢还是他赢啊 我们赢 我们赢 因为他太小了 太小了 因为我赢太多了 所以他比不过多 雷大哥 人工队的队员一致认为他们能赢 你输场 你怎么想啊 我觉得他不可能 因为我是机器 不会有的 人干一会就挠了 所以我机器肯定赢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行吗 行 走吧 走吧 走走走 走 开始吧 开始吧 走吧 接着一行人 以留学中为首 推着机器 拿着铁锹 一路浩浩荡荡的 向比赛场地走去 看样子不久 这里便会上演一场 激烈万分的 终极对决 好各位啊 今天我们在这个苹果地 进行一场第三代 自走式除草开构机的一个 最终的人际大战 今天我们请了 您的老婆嫂子 然后咱们来进行 您作为今天的比赛的裁判 好吗 然后您先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比赛规则 好不好 今天比赛规则就是 一台机器和20个人比赛出草 看谁先出完草开 看完购 然后看哪个能赢 这就是比赛现场 然后两边都是一样大的地 一样大的地 好 那个人工队我想问一下 您这是怎么安排的 我看你们全部正好对了 我这个安排是 就是四个人为一小组 就这一列地 前面两个在前面除草 后面两个在后面开构 那咱们人工队 今天那个比赛的 这个要求是什么 要求呢 就是草一定要除干净嘛 然后开构的时候 就是拿铁锹 我们是人工嘛 就拿铁锹挖嘛 挖深度就是 一铁锹升 铁锹宽吧 这就是标准 人工队目的明确 那么刘学忠今天 给自己制定了一个 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今天一定战胜人工队 一定战胜人工队 您觉得这个第三个机器 除草和开构的效果怎么样 超过他们的效果 肯定会超过他们的效果 各位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行 各就各位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比赛正式开始 游学中的除草开构机 轻松将人工队 拉在了后边 人工队这边也毫不示弱 大家齐心协力 奋力向前 站在一旁观战的小舅子 不停地给大家加油鼓劲 加油加油 大家都干起来 小李 咱们现在比赛刚开始 机器队就一满领先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感觉那个机器 快速倒挺坏的 但是我们人工队也不差劲 我感觉我们一定能胜了它 肯定会赢是吧 肯定肯定 好好好 加油啊 加油加油 大家都加油啊 虽然小舅子依旧信心十足 但是机器的效率 实在是快得惊人 让人工队望尘莫及 比赛进行的将近十分钟 留学中的机器 已经将除草的工作完成了大半 就在这时 机器突然走不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昨天的那场雨 是地面变得湿滑 影响了机器的前进 游学中迅速地 将机器轮子进行了清理 然后重新开动机器 继续进行比赛 很快 机器队的除草任务 就要完成了 而与此同时 人工队除草的工作 才刚刚进行了一半 我们在队员们的脸上 看到了些许疲惫 小伙子 累不累啊 累啊 有三 咱们那个机器队 现在除草 已经基本上快除完了 你们这才除到医院 您觉得比赛的话 你们会赢吗 我觉得还不好说呢 因为他们现在才除草呢 一会儿他们还要换开构机 就换开构机的过程中 可能要耽误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 还能往前改 机器更换装置 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人工队恰恰是看准了这一点 他们相信 这是他们赶超留学中 反败为圣诞 好机会 林里边 留学中已经完成了 除草的任务 正在给机器更换装置 那么对他来说 耗费的这些时间 会给他的比赛带来影响吗 你们那个目前是摇摇领先啊 但是这个换的话 换那么长时间 你们会输掉吗 不会 还不会 我们开构的速度更快 行 加油啊 这时小舅子也围过来 与记者讨论起了比赛的进程 你们那是什么 边除草边开构 对 已经弄了一半了是吗 快一半了 马上 马上一半 几分钟后 机器的开构装置安装完毕 最后的较量 开始了 机器一路向前开去 顺畅无阻 瞬间超越了人工队的阵地 这样的气势 给果农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大家纷纷看着机器 停掉了工作 改进后的机器 不仅动力增强了 并且机身小巧灵活 转起弯来 毫不费力 看着机器如此神勇 人工队的队员们 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再加上身体上的劳累 他们多数已经坐在了地上 你们怎么不干啊 是吧 累了 这个人工队队长不带 你们就不干了呀 但咱们现在比赛 你们还得干起来 太累了是吧 稍微歇一些 稍微歇一些 咱们那个机器已经开钩 还是最后两道钩了 你们觉得能赢吗 你们还有一半呢 我看够呛 够呛 够呛 你觉得呢 够呛 够呛啊 估计要输掉比赛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赢不了了 可能赢不了了 已经是 人家都完了 我们才挖到一半 开钩太累了 太累了 腿都软了 腿都软了 就在鼓农们纷纷准备放弃的时候 留学中的机器突然又停下了 我们看到 原本空心的轮子 已被泥土和塑料袋填满了 它不得不停下来 清理掉 人工队这边已经疲惫不堪 最终留学中率先完成了任务 结束了 好 停停停 好好的停吧停吧停吧 比赛结束了 人工队此时 刚刚完成了除草的任务 开钩还剩下一半 毫无疑问 机器队在速度上 领先于人工队 那么 双方的质量如何呢 接下来 我们让留学中的妻子 进行评判 这机器开的 它深度也够了 宽度也够了 但是人工开的 它虽然慢 开了一半 跟的宽度差不多 但是它没有完成 作为人工队队长的小舅子 对这个结果不大福气 它重新检查了一遍 最终 还是对机器低了头 我们来说比人工队 就是比较平整嘛 除过去比较平整好看 松涂的作用也起到非常大 人工队就是除了 起了一个表面的作用 实际上它松涂作用没有起到 其实那个机器的话 那个除草的效果 不光能除草也可以松涂 人工队开的就是不一致 不一致 机械对它开过去 毕竟是机器 什么的标准 字都一样 所以说开高的话 基本上还是机器能够略胜一程 总体来说机器能略胜一程 好 好 你们都站在我旁边 都站在我旁边 那那个 还是由我来宣布 好不好 咱们今天的这个第三代 自走式除草开构 这叫人力大战 咱们机器队获得完胜 好 开心吗 开心 这有什么想说的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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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就是我这个机器 我以后准备更加 再把它完善好 听鲁鸣第一件 鲁鸣有啥一件 我就照他鲁鸣说的 对 祝贺我姐父 我们来先握个手 祝贺姐父 你这个牛 我会成功的 好 我也相信 刘学中发明的自走式除草开构机 由汽油发动机 变轮箱 方向控制系统和行走系统 带动两组工作装置组成 分别实现除草功能和开构功能 其中除草装置通过动力输出轴 高速旋转 带动刀头来将杂草粉碎 开构装置则是将开构刀 设计了一定的斜度 通过高速旋转将土块一一分开 这样除草开构机就能够代替人工 分别实现除草和开构的功能 自走式除草开构机 生产效率比较高 效果也比较好 大胆地减轻了农民朋友的劳动强度 但是也有几点值得推敲的点 第一个就是前轮有缠绕杂物的情况 这个可以加一个防护装置来避免 对于外露的皮蛋 可以加一个防护罩 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也能保证机子的正常运行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华为老师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他身材健硕 却能在泥泞的水田中 剑步如飞 如履平地 他四川飞船 穿行田间 连就一身水上飘的神奇本领 他像勤劳的水牛 忠心护田 不畏坚且 汉地水田深泥潭 究竟他能否通过重重考验 成为当之无愧的水田守护者 我爱发明下集播出 耕田乐翻天